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的新产品 包括书、其他产品 例如围衣、T恤等等 以及一站式可以看到 MyRadio YouTube频道的最新影片 以及颠狗日报的新闻 以及采访专访的影片 第二种就是金级订户 或者是会员每个月月工30美元 除了可以享有银级订户的优惠之外 所有普罗政治学院的产品 都可以得到七折的优惠 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 由普罗政治学院在香港举办的活动 第三种就是钻石级订户 每个月给100美元 支持我们100美元 都可以享有所有银级或金级订户的优惠 还可以每年收到不少于一本 由旭文、编著和亲笔签名的新书 包含本地和海外的邮费 直接祭祷閣下的苦尚 突破黄标言论审查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 请支持MyRadio 欢迎收看第三个节目 答人在线 刚才上两个节目 说完寻找采利的经过之后 其实都说多一声 寻找采利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拿一些桥段写一些东西 拍出来不要浪费 用来纪念它 回到现在 说什么呢 这一部分就说殯儀 殯儀有什么新东西 自从我的Facebook有一个 叫做回顾 回顾你做过什么那段时间 突然彈了一段报告 各位可以上我的Facebook 我有分享出来 就是现在的棺材 因为平时要去到土壮很漂亮的棺材 才可以用什么木 多少钱 有没有贵一些 漂亮一些去选择 但现在不用了 因为就算很便宜的火壮棺木 是盖出来的那些 其实一向没什么新意 但现在我就找到一个新意 其实不是现在 几年前 当我阿公走了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承办商 就找我聊天 他说看看我能不能将 你在电脑选好一些照片 就用来烫到棺木 其实听到这个科技 都不是什么科技 但硬是没有人做 那我就做了 第一次就给了我阿公 也是有记录低 个个都赞不住口 那个棺材 其实我想做回 因为不是说没有钱 或者火葬 或者穷 就不可以有创意 和不可以有一些强一点的纪念性 我觉得这个是几有意义 所以我是打算再做回这个项目 亦都同时间都想说回 我现在在搞清洁公司 其实一直以来殯儀的路上 我都不停地创新 当然亦都见到很多同行 师兄弟 他们亦都想力头上进 但始终都是走不到回那样东西 我以前都叫做走得很前 又拍了东西 现在我觉得那样东西 都还可以有得玩 但都是我自己玩 我今次来到会做什么呢 清洁公司 其实我来到会有间清洁公司 员工都有千多人 全部都是六十五岁以上的公公婆过来的 因为他们都有一些清洁公 他们都需要可能继续搵食 和他找东西做的上限 又不能超出一个标准 因为有些可能政府津贴落紧 我觉得都是一个正路生意 在这个时候我打算引入一个什么呢 就是员工福利计划的殯儀服务 其实我不是打算就他们死 只是因为 其实你以前看医生也好 公司医生大家都有试过 不舒服就看公司的公司医生 那就会没问题 因为公司的医生一定不会没有牌 一定不会看瓜里 不会黄鹿医生 但是今次我都引入这件事 我就自己用先 就是我自己公司给员工用先 接着开始推荐给不同的上市公司 就是之前找我做承办商 那些我都会推介给他们 因为现在这件事 很顾及到社会的形象 企业的形象 对社会都要担待 如果你能够跟员工有生养死葬 这个概念在里面 这个员工留在公司的归属感 甚至他们家人对公司的观感 都会应该不错 我觉得这件事 对于雇主来说是最大的财富 所以说到这么天花龙蜂 其实简单点也是一件事 就是希望将这个殯儀服务 引入到公司那里 让员工受惠用一份 大家例事 人始终都要死 不是就你死 就是说给公司医生 你不是就你病 是因为这个 是根本上人的基本需要 我想也是年纪大的老人家 他们都不会介意 他们反正都觉得还有保障 我们这间公司做到时 大家例事了 我起码都有人帮我去执葬 或者知道怎么做 我们定期都会有一些讲座 去讲给他们知道 你的公司会帮到你这些东西 而且在企业来说 不需要给多一毫子 我们就可以加入这个计划 当然我们做的价钱 一定是便宜过市场上 所有的殯儀棺材店 因为都是想做个数量 和做个品牌出来 你知道我做媒体是拿手的 我亦都会揭尽我的所能 去将它推介到 香港每一个中小企的地方 但希望可以让他们不用捱贵 而且我现在想加了一些创意 我觉得都要找人去试行一下 希望大家就算不是花太多钱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有一个独特的 属于这位先人的喪禮 大家心里便会好一点 这一部分不是很长 六分钟左右 但我想今天的达人在线 来到这里为止 因为我现在的心 都是保持着伤心的状态 希望大家见谅 大致上就是这样 我们继续等采黎回来 应该没问题 迟些问题 应该不是现在的问题 好吗 OK 拜拜